所以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同修他写的一个刚刚传来的 是一个成都随陵印传寺新出家的一位同修出家不容易 那么他说他发现出家但是他过去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要死要活不让他出家 如果出家他就要自杀 这一段事情我们这里同学你们去找找的时候 好像念佛论我们新印的念佛论后面附着 谭虚法词它的开始我们也把它写成文字 就是那个咕噜匠念佛往生的 他同时讲了两个人都是地先法子的土地 一个是参禅的一个是念佛的 那个参禅以后做了土地公务 他也是出家之后他太太不同意 结果太太自杀了自杀之后这个鬼魂一直就是跟着他 因为他真修行 修行的功夫不错 有护法神保护 所以这个鬼神虽然跟在关上 他贴不到身不能贴身 那么这过了几十年 修行不错 在这个寺庙里头从亲众慢慢升升到首座和尚 首座和尚就像一个学校的教务主任一样 所以供养也多了 信徒也多了 自己就觉得不错了 那个念头傲慢念头一起 护法神离开了 他这个太太复生 复生之后看到水就想跳水 结果真的跳水也死了 那是鬼魂复生的 所以他不饶你 这个也谈老法师这个开始的时候 可以给他做参考 让他就看看 你们这个恩怨一定要把他化解 如果不化解的时候 后患无穷 出家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 你戒律要是守不好的话的时候 冤情债主就找上神 不会放过你的 你真修行才行 你才有护法神 所以这个不失而行 所以这个尤其是出家 总要跟释迦牟尼佛 要正光才行 我们修得很好 大家看到我们会赞叹佛教 如果我们修得不好 别人看到我们 毁谤我们 毁谤我们不要紧了 我们是代表佛教 毁谤我们就是毁谤整个佛教 那个最终 这就是阿比地狱的罪 这个不如可以不知道 所以出家人 不失快速地 升级乐世界 那就是快速地不阿比地狱 那两条路吧 不出家呢 不破坏佛教形象 我们自己做什么 我言人骂你的坏人 但是他不会沾到佛教 你一出家的时候 他骂你是骂整个佛教 全部都骂到了 这个不得了 这罪过比什么都重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这个问题 我们就这样子大复他 把这个《贪劳法司》那篇开示 寄给他看 所以这个 这个修行自己方法正确了 业障这现象是业障 确实是业障 但是你只要方向不变 继续努力下去 放下万缘 念佛求生净土 业障了